你没办法的约 我给你再下个月一半 没事吧 本来我以为自己有事的 结果呢 没事 本来以为她没事 结果呢 她比我更怕黑 她是为了保护你 才选择变得比你更坚强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那一刻 我特别怕死 因为死了之后呢 就没有人扶在我耳边说 是我床头那盏灯 一具床头灯 就把你给打动了 没谈过恋爱的人就说 屁 我还是白纸灯的 两百万那种 十月 你的爱情是来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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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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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下 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大约二十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家里面欠了高利贷 他就离开学校打工赚钱 他比你大个三四岁 后来他遇见了一个贵人 赚了不少钱 中年不知道是出了些什么事 然后他就从那个贵人那 独立出来了 没了 这不就是一草根的成长史吗 有什么特别的 那贵人是个女的 所以 我是说你蠢还是说你蠢啊 非要我说得那么直白 你自己也不好好想想 就十岳这长相 这是人才 光靠脸吃饭都能吃几辈子了 不问过去 淡忘未来 他以前干过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上午